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陆小姐尽情享受这片幸福的海洋 那行吧 看在这份上我就原谅她的迟到 你先起来我扶你坐下吧 我想吃馄饨 好 我继续去去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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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冰 白冰 你清醒一些 你为了明天在那儿伤害你自己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都要结婚了 你能继承 喂 一江 你在哪儿呢 我们都已经到了 我路上有事耽搁了 慢点儿到 你要去说服他是不是 你去吧 你既然都知道 你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伤害你自己 你难道忘了 你还有佳人 还有我 还有我这样一个 一直守护你的朋友吗 还有 你不是要做红酒吗 佳人 我的佳人早就不要我了 我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 好久 我那么努力 到头来 跟陆芬芬一比我什么都不是 到底是凭什么呀 凭什么她陆芬芬可以拥有酒醉味觉 你为什么心灵芬那么爱她 到了我都什么都不一样 我为什么跟一个女人在这儿争执 我跟你知道吗 你现在看起来真是多了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陆小姐您看看还满意吗 满意 只是些目几度狠 要不哪天你再嫁我一次 那不就是二婚了吗 陆小姐真的好漂亮啊 还有许总这么贴心的男朋友 可真让人羡慕啊 陆小姐有没有哪里不合身呢 没有了 凡凡 我一直担心你眼光不好 就怕你找错人了 你等你转眼球我 干吗呀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你说什么我怎么会像你妈 我怎么样 你一定要幸福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特别幸福 你也别太伤心了 有些时候很多事情 是没办法勉强的 我知道 我只是不甘心而已 其实明晨跟芬芬能够在一起 是有诸多原因的 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如果一切能够重来的话 明晨她 也许会选择你吧 什么命中注定啊 我才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呢 你会和她选择你 你会说 就没理解死了 你不相信我 我一定要说 什么意思啊 我们也反复做个实验 来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最后确定的是 陆芬芬的蚊当中 包含某种特定的生物酶 可以重新品好 名称身体体内的 生长激素的分泌 可以缓和名称的病情 所以说 陆芬芬的蚊 可以缓和名称科的病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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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扶你一下 这是挺适合拍照的 我跟你说 以我拍婚纱照的经验 你得 你知道吗 S型一点 你得前途后跳 我哪来的 S型啊 真白的 坐坐坐 你这么快了吧 你赶紧坐 喝点水 开了 好 走 你不该来这儿吧 我是真心来祝福你的 我是真心来祝福你的 芬芬很开心啊 祝福我们也收到了 就回吧 就回吧 芬芬 我想和你聊一聊 我说的事情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乔姨 我这双鞋太高了 你再去给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芬芬 没事 这点下问题我还是能解决的啊 放心吧 我告诉你啊 别乱来 坐吧 你手怎么 小伤口 你不想说什么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芬芬 我是真的很羡慕你 你也真的很幸福 谢谢啊 你也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的 可你以为这一切都是偶然吗 明晨哥的身体离不开你 他需要你的稳 你什么意思呀 果然啊 无知的人是最幸福的 你还放不下是吗 我不希望咱们之间关系变成这样 就算不是朋友 最起码也不要是敌人 你可真大度呀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说完了吧 芬芬 先试习 好了 我的祝福送到了 我就先走了 我想芬芬现在应该也明白了 起码现在来的人里 我是最真心的了 芬芬 她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听我云里雾里的 好了 先别想那么多了 先把婚纱整排好了 许明师可是换好衣服等你了 好 表面轻点啊 芬芬 你今天好美啊 我可是把我人生最重要的人交给你了 许明辰 你要是敢对我们芬芬不好 我可是会跟你拼命地拥 嗯 放心吧 我会给我检查的 好 那这样我们拍赵宝些好不好 好 快点 跑了 跑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我的脚 我先帮你回去 怎么了 买脚了 哎呀我天哪 快快快快 坐着 来 不是 咱们崴脚了是邪不合适吗 不是吧 没事吧 没事 要是不合适的话 我再送你一双 好 果然啊 无知的人是最幸福 乔姨 嗯 嗯 我饿了 我想吃你包的饺子 现在 嗯 行 我们先回家吃个饺子 嗯 好 先问新娘 嗯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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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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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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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其实我心里还是感觉有点闷闷的 怎么了 我一直在想白冰刚才说的那几句话 你相信她的话干嘛 你现在就应该安心当你的新娘 知道吧 好了 吃饺子 好 哎 小心 小心 我怎么感觉今天这么累呢 这还没结婚就先累上了 结婚当天怎么办啊 嗯 乔姨 你先回去 我去买点饺子醋 嗯 好的 起来 嗯 第一次是我给她人工呼吸 医院里她强吻我 还要和我签契约接吻 后来 她就突然搬了过来 成了邻居 我掉进电梯的那晚 她亲了我之后就活蹦乱跳了 还有 陆芬芬 不要多想 肯定是误悔一定不是这样的